國內用過核燃料棒 在找到最終處置場子之前 台電要想進行中期的乾式儲存 不過各界質疑 現在設計的乾儲存設施是失外的 安全很有熱淚 台電打算要將用過的核燃料棒 從燃料池拿出來 先做中期的乾式儲存放在戶外 不過有立委質疑 台灣溫度濕度都高 放在海邊鹽分油都高 核燃料經不起風吹日曬 到時候恐怕破損輻射外洩 對此原能會主委蔡春紅強調 就算放在戶外 也都一定會確保安全性 高放射性核廢料 無法解決去處恐怕會影響核電廠正常運轉 而台電指出 核電廠無法指正常運轉 就會直接影響碳排放 今年受到核一廠一號機無法重啟的影響 碳排放一定會增加 前國策顧問 確明義也針對核廢料 乾式儲存表達憂心 他認為台灣露天存放十分危險 但是主委蔡春紅表示 目前多數使用金屬護箱 做室內儲存的國家 多數都是往後會拿出來再利用 在美國也都有不少放在戶外的安全案例